再见 宋天 祝你一路顺风 放心吧 我走了 宋天 等等我 我的包呢 这里太黑了 小心点 小心点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蓝莓 咱们可千万别把它拴坏了 梦怪来了 聪聪 我们摘完蓝莓再去到达区吧 肯定来得及的 我们欢迎你 小英雄丁浩 天气真好啊 阳光 丁浩 你是害怕黑暗吗 嗯 我很怕黑 萨萨静静笑笑 还有长臂笑 你们好 薇薇和匆匆呢 他们在森林 马上到 现在赶紧激活英雄之剑吧 嘿 孟乖 你去哪儿 这是一个虚拟现实眼镜 希望它能帮你打败黑暗怪 那是梦怪吗 它怎么乱跑啊 哈哈 它可能想要来一次环岛旅行 哈哈 这个黑暗怪有点笨呐 一 二 三 成功啦 快点让它停下来 为什么黑暗怪一次都没打到我们 但是它打到的地方都陷入黑暗了 粗粗说得没错 大家小心 小心后面 丁浩 我们帮不了你了 一定要打败梦魂 小小被关在里面了 里面太黑了 我要怎么找到它 我想说 我什么也看不见 长笔象 我们赶紧走吧 丁浩加油 别害怕 黑暗怪在哪儿呢 让我好好看看 原来这是黑暗怪送的礼物啊 就这小东西吓不到我 小小 小小 你在哪儿 我找到你了 小小 不用了 小小 我刚才待在世界上最黑的房间里 那里出了一些吓唬人的影子 没什么可怕的东西 而且影子都是骗人的 所以你认为我会害怕吗 这要怎么用呢 扔下它 快 快 我已经不怕你了 你只是一件外套而已 你只是一件外套而已 我一件外套而已 不怕你了 你是不是 谁啊 你怎么说 你不怕你了 我找到你了 鼓起所有的勇气 在精灵岛屿 快乐再继续 打败了恐惧 努力战胜自己 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你 只要你始终相信自己 肩定自己 精灵守护者 我们坚强善良不再热泪 精灵守护者 只要勇敢就能 战胜飞翔 充满自信不再孤独 快和我们一起来征服 还在什么 快来吧 以前小的时候 我爸爸的外套总挂在走廊上 到了晚上 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怪物 看来这就是你害怕黑暗的原因 你的惊喜呢 他被摔成了碎片 让我们快过去看看吧 现在黑暗一点也不可怕 小背包别害怕 我来接你回家了 喂 妈妈 你猜猜我现在在哪里 在花园里 一个人哦 没什么可怕的 我一点都不害怕 我现在已经往回走了 马上就回到家了 噢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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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